蓝商女子的画像是一部英国的惊悚电影 讲述了一位画家沉迷于他所创作的画像之中 并被画像中的神秘女子所吸引的故事 电影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惊人的视觉效果 呈现了一个充满恐怖与神秘的世界 让观众深深地陷入其中 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法兰西斯的画家 他在为一位富豪绘制肖像画时 遇到了富豪的妻子 一位神秘美丽的女子 法兰西斯对这位女子深深著迷 并决定将她的形象绘制在画布上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 画像中的女子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力 而且逐渐掌控了她的思想和行为 这位女子似乎在法兰西斯的画像中得到了有声 而法兰西斯也开始逐渐迷失在她的世界中 她的生活和理智也开始逐渐崩溃 电影通过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细腻的情感描绘 呈现了一个关于艺术 欲望和死亡的主题 以及人性的脆弱和不可预测性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 观众不仅能够体验到极度的恐惧和紧张 还能够在其中发现一些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燃烧女子的画像的成功 在于她独特的风格和出色的演出 电影的导演是英国知名的恐怖片导演尼尔·乔丹 而主演则是著名的演员丹尼尔·戴·路易斯 她以出色的表现和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塑造了法兰西斯这个神秘而深刻的角色 此外 电影的音乐和视觉效果也非常出色 成功地营造出一个充满悬液和惊悚的 感谢观看